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她再也没有机会批评你了 因为她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如今 二三十岁罹患癌症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很多人认为 相比老人和小孩 年轻人身体素质似乎更好 即使打也可能更快康复 但是最近又有一位年轻的90后女教师因癌症离开了我们 吻惜之余 视力告诉我们 年轻人一定要远离这三道不良习惯 长期待在奖全严重超标的环境里 24岁女教师白血病离世 24岁的校童是个刚刚毕业三年的大学生 虽然怨历少 但是小童的为人处事却是另一类个人光目相看 她所带的班一次次拿流动红旗 平均本也比别的班要高出很多 对此 校长也经常在大会上表扬她 她和其他教师相处的隐事十分融洽 就连她的学生都十分喜欢 她可是 最近小童身体的情况 是出现了明显的恶患 头晕 恶心 还伴有呕吐 这时才被其他教师发现 直接带她去医院做了检查 经过是医院完整的诊断 确诊小童为白血病百七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 没有了手术指针 撑到今年七月 离开了城市 年仅二十四岁 校长和同事在小童走后不无遗憾地说 小童是个好教师 他没什么不良事好 导致白血病的原 因可能是她交刚买的那套两句式 如今白血病频发 大部分患者家里半年前都曾装修过 可能是甲犬取出不到位吧 在此提醒大家 信房一定不要急着入住 我记得当时我教邻居装修 还用的是加利美黑金 当时她也是东奔西跑问了不少人 最后找到环保局的朋友才得到这个宝子 不过这东西效果确实好 听邻居说 她家加利美黑金用了不到一个月 再检测空气质量就达标了 白血病真的是防大于治 就连教师也会出现这样的疏漏 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为什么越是年轻人越是容易患上白血病 那三大原因 让年轻人成为白血病对象 一 经常喝饮料 熬夜作息不规律 晚上总是12点以后才入睡 二 接触放射性物质导致身体病变 前期症状不明显所以根本不会当回事 三 经常前往大商场东甲群严重超标的地方 房屋新装修了也不在意污染 总以为中毒这些事太滑稽 根本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健康意识跟不上 再次提醒年轻人 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生命层可贵 健康价更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顾问 载人 敬发 顾问 转发 グラフ 肯定 可贯 范团色 咸 虚类 赶约 虚类震종 震徴呃 仁仁 虚敬集 伍呈 老實 颜色 赶约伤磯 虚子数 芯维 癇取 正似 綁 皮肯定 次会运达 像 香梨 肉贯定 苹果 橙子长 木馅 虛 鯉 虚 鯉 鯨 戶 赢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